对于高血样冠心病的患者们,如果出现下列情况,需要立即就医,呼叫120,保证漏途的安全。 各大医院的急救通道,24小时待命。 第一,突发雄痛,别梦,大汗,持续10分钟,不能缓解,考虑发生急性灌脉综合针,立即拨打120,紧急就医。 第二,出现呼吸困难,夜间不能平握,下自水肿等兴衰的表现,需要立即就医。 第三,头疼,头红,烦躁不安,伴有血压,血柱的身高,特别是超过180毫米拱柱以上,考虑高血压激症。 如果在伴有一侧的肢体麻木无力,那要考虑脑血管的意外,需要立即就医。 第四,出现黑蒙、雍卷,心跳过快或者过慢,心率低于50次或者高于120次,需要立即就医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第四,出现黑蒙、雍卷,心理性灌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